大家新鋒素美食團 又來到美食團 今天小文繼續為我們帶我們吃美食 今天不是美食 是飲 飲什麼呢 今次我要帶大家去見識一個在澳洲 在西澳洲的酒莊 叫巴利達酒莊 這個酒莊其實是澳洲五大酒莊之一 如果我們喝紅酒 大部分人都會覺得是波爾多 但是如果在澳洲來說 就沒辦法不提馬格列河 這間叫巴利達酒莊 為什麼我會無緣無故去這個地方 話說最近很多人要找陳惠敏先生做訪問 但是找不到 我朋友說你試試去這裡找 我去到不是找到陳惠敏 而是找到酒莊的莊主 反而是這樣 然後他就說你來找陳惠敏 然後我跟他聊天的期間就去試酒 嘩一試就真的難忘了 因為我平時比較喜歡喝的就是法國那邊的酒 我也是 但是他今次介紹我喝完之後 我覺得澳洲的酒 都可以試一下嗎 值得一試 值得一試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他一來就給我一支好東西 就是今年在香港國際紅酒展 拿了31個獎 還有金鐘之金的一支2009年的一支赤霞珠的紅酒 在那個情況裡面 我自己 你喝下去有什麼感覺呢 我告訴你喝下去的感覺 我平時喝紅酒 你是不是貪慕虛榮啊 人家拿了這麼多獎就試酒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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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好是一班人在試酒 叫我試一杯 嘩這樣就大件事了 怎樣呢 我想問你 你也喝了法國紅酒 我又喝了法國紅酒 你一喝下去 你覺得感覺如何呢 法國的紅酒可能 我們開了瓶之後 要喝半個小時 至少一個小時 然後他倒出來 我說不用喝 他說不用 即飲 他說酒就像人生一樣 是一個四季 你不同時間喝他 就有不同的味道 我今次喝了一支 2009年的白日達的紅酒 那感覺就是 是 甜中 法國酒為何人這麼喜歡喝呢 因為它有層次 層次就是首先要看顏色 你要聞 你知道法國酒不同時間聞 即開了酒之後 你放在杯子上 不同時間聞 都有不同的味道 即是怎樣 上一分鐘和下一分鐘不同 可能這一分鐘是有木味 可能下一分鐘是有花味 我之前喝澳洲的紅酒 大部份我都覺得很單薄 很平淡 很平淡 但是這隻紅酒 給我的感覺是 有點波濤洶湧 因為一喝的時候 我是那個 是不是覺得口感很豐富 舌頭的單寧的感覺 等一下不要去到那麼遠 我們現在說的香味 香味有沒有特別的變化 像八角紅酒一樣 我初次聞的時候 是在鼻面慢慢滲進去 連口腔和喉嚨也有那種味 這麼厲害 你這麼久可以保持 那是不是花味 或者是有沒有木味 有沒有這個層次 我覺得花味比較重 我自己覺得花味比較重 果然就是不停喝喝 差不多喝到大半瓶的時候 我終於揭曉它的謎底 是什麼味 就是紫羅蘭的味道 紫羅蘭的味道 對 感覺是很有趣 一開始喝的時候 覺得很大股草味 但是再喝下去的時候 感覺開始很豐富 對 同一時間 是令到我的人生 是有點波濫的感覺 我覺得很有趣 後來老闆王先生 再給我一個甜酒喝 甜酒剛好吃飯的時候 你試完這瓶甜酒 這瓶都拿了很多個獎 剛才喝的那瓶金中之金 就拿了31個獎 這瓶都拿了十幾個 那瓶甜酒 我昨天都給你們試過 美兒你試過 我昨天去吃飯 因為我知道今天要講這瓶酒 小文很好 他就先拿回去試一下 我們明天說 我昨天真的趕快回家 冷藏了一瓶酒 吃飯的地方 再叫找冰冷藏著一瓶酒 他這瓶甜酒 我還沒開之前 我就想一定是很甜 甜到你想混沙達的那瓶 你明白哪瓶嗎 我知道 你要開稀的那瓶嗎 因為有些是甜到你很呱喉 又不容易開稀 真的不容易開稀 可能要混沙達的那瓶 當然我不會這樣做 我只是心裏的那瓶 我心裏的那瓶說話 而且是穿長裙長頭髮的女生酒 在我心裏 我心裏有種形象化 我嘗試別人去明白我說什麼 我覺得這瓶酒就是這樣 因為有些是很膩的 有些是酌撞的 有些是很假的 有些是很甜的 有些有很多滋粉味 如果用加拿大的冰酒去給 就完全不能給 不是那回事 完全不是那回事 不是那回事 那種是清甜的 是清甜的 就是周維敏的好 我想不止周維敏 可能就是鄧麗欣 不是不是不是 桂倫尾 昨天的酒的感覺是桂倫尾 有氣質的 有氣質的 很清淡的 未必說很美 未必很美 但她喝到嘴裡覺得很清淡 好像很新鮮 而且百力大酒莊的莊主 黃先生跟我說 這瓶酒在臨分前喝一流 她說這瓶酒的養製很特別 她說平時的紅酒 是葡萄在樹上 她說這瓶酒要等它熟到自己跌落地 他們才在地上拿回葡萄去釀這瓶酒 所以甜度 我發現熟到爛才可以釀 就是很甜 但真的完全不是那回事 我聽到很開心 這瓶酒最主要是今年國際紅酒展 這瓶酒是賣斷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兩瓶酒資料 去我們facebook就可以看到 到12點之後 厲害了 我們有個馬來西亞特地專程來到香港的風水大師 Sean師傅 會和大家解答問題 我們有些問題想問他 究竟為什麼馬來西亞的風水大師 這麼厲害來到我們香港 五個猛龍五個江 究竟有多猛呢 我都很想知道 稍後回來就會有 記得黏著我們大家的真風騷 到時候啦